北京有一位白血病患者叫吴志军 他有一段时间是急需要进行干细胞的一个移植手术 幸运的是呢 他找到了两个与他配型成功的志愿者进行捐献 可是就在吴志军被推到了移植舱 全身的免疫系统已经被完全摧毁的最后一刻 捐献者反悔了 连线西华社北京演博士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严冰为我们带来相关的报道吧 好的 可以说没有造血干细胞的输入 吴志军将在三周之内死亡 这一事件的触动了公众的神经 吴志军的命运何去何从呢 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这个躺在吴军病房的年轻人就是22岁的吴志军 2012年5月他身体不适 被初步诊断为白血病 骨髓移植又叫造血干细胞移植 是目前能够治愈白血病的主要治疗方法 但是手术费用非常昂贵 对于已经负债累累的吴家来说 几乎是雪上加霜 在多方努力下 2012年12月5日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思源骨髓基金资助吴志辉20万元 解决了骨髓移植费用 接下来要尽快找到与吴志辉匹配的骨髓工者 在骨髓移植手术中 全香盒是最佳选择 患者产生排异反应的可能性最低 术后免疫力恢复最快 而且手术费用最便宜 于是医院向中华骨髓库提出了检索申请 每名患者能检索到全香盒的概率 小于十万分之一 而吴志辉的检索结果却十分幸运 起初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在中华骨髓库 我们找到了两个全香盒的供者 而且我们进一步做高分辨的研究 也是全盒的 另外呢 我们给这两个也都做了供者的体检 体检也是符合标准的 两名工者都表示愿意履行入库时的捐献承诺 吴志辉的手术准备工作随时开始 骨髓移植手术不同于一般的外科手术 在移植前 病人将住进吴君仓 接受致死剂量的化疗 摧毁全身免疫系统 这样身体才能接纳新的造血干细胞 这相当于一块土地啊 本来是种庄稼 但是这个野草 毒草丛生 那农夫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那干脆我把你全拔掉算了 你这残余的庄稼 什么草 都拔掉 除草剂一撒 没有了 重新翻根 然后拿一把优良的种子撒上 重新撒 就在吴志辉等待着 拨撒生命种子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最后关头突然变卦的捐献者 将吴志辉的生命逼到了悬崖边 没有造血干细胞的输入 这病人很难获过三周 无奈之下 医院只能让吴志辉的母亲作为配型半香荷的工者提供造血干细胞救急 着急那时候怎么会不着急 那时候孩子将去抢五天了 本来相亲就要移植了 跟全相合比 它的移植以后的排疫的发生率要高一些 另外它的免疫力的重建要稍微慢一点 这样的话导致来讲 这比人感染的发生率高高一些 所以说后期花的费用也高 按照国际惯例 志愿者是本着自愿的原则先爱心 在爱的传递过程中随时可以终止 据中华骨髓库初步测算 毁捐的比例在20%左右 然而到最后一刻的毁捐 更是让人揪心和遗憾 这如果要是用一句最形象的话说 这个病人就在这个此时此刻 全天下的人 只有你这个人能救他们 别人有再巨大的爱心 都无能为力的时候 你说不 你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面对岌岌可危的生命 志愿者为何放弃捐献 出于为志愿者保密的规定 中华骨髓库的负责人 并不愿意过多透露 如果他要说不愿意 你去问他理由 他可能能给你说出一百个理由来 而对于毁捐的志愿者 吴智慧一家给予了理解 一开始我是很生气 那后来想想 人家是志愿的 不能怪人家 在主治医生王亨祥看来 毁捐的主要原因 是志愿者对捐献造血干细胞认识不足 科普力度不够 这可能更多的是大家不太了解 这个捐献的过程 总觉得捐献会对身体有影响 尤其是我们作为志愿者来讲 志愿者的父母 这家人可能会更不理解 而遭遇过多次毁捐事件的中华骨髓库主任 红俊领认为 技术和认识只是局限大家行为的表层原因 社会大环境才是造成毁捐多发的根本原因 伴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 毁捐现象必将越来越少 1月25号 空军总医院顺利的为吴志辉完成了最后一次造血干细胞移植 目前病情稳定 但是呢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 忠心希望吴志辉能够尽快好起来 而类似这次毁捐的绝境也不要再发生